如何參與開任的演唱會 那我們歡迎Jeff 大家好 我是Jeff 我今天講的主題就是 最後一場就是講要怎麼拿補助出國玩 其實我這一場本來原本是在開任新手村的櫃 但是因為某些原因我現在 其實在這邊也可以的也沒有差 再來就是我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現在是在那個產經科技當那個系統整合工程師 那我同時也是剛才也有介紹到就是 中華民國軟體自由協會的理事 那下面就是可以看到我也是有在一些 國外的那個軟體的那個基金會 當成員跟那個就是翻譯的人這樣 那其實今天前面幾場也講到蠻多那個 國外的研討會 那就是可能像剛才前幾場有講到BSD 或者是其他Folstein 那其實蠻多 這邊你也可以看到蠻多軟體 就是像比如說Libre Office 他就是有在那個有在歐洲辦那個Libre Office Conference 那就是他在亞洲其實第一屆是2019年的時候 有在日本的東京辦Libre Office Conference 對亞洲的Libre Office Conference 那像這邊就是KDE這個桌面環境的話 他就是也是一樣在歐洲有辦Academy 那Academy的話他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也是蠻大的研討會 然後就是這研討會同時也會辦 就是他裡面同時也會有他 那個背後的那個基金會的 KDEV的那個會員大會這樣 那像他後面CAM KDE就是也是類似的活動 但是他是在美洲辦 那像你後面也可以看到就是 這邊還有好幾個軟體 或者是其他相關開放文化的 那個基金會的各種研討會 就是比如說像Wikimedia 他就有Wikimania 然後或者Wikidatacom 那就是這邊可以講一下 就是那個Wikidatacom 可能明年會在台灣辦 但是還沒有確定 那像那個剛剛前面講到 Liber Office的Conference 亞洲的這一個本來 2020年的時候是要來台灣辦 但是就是也是你們知道 就是因為某些原因後來就沒有辦 那現在還不確定什麼時候會在 現在會什麼時候會在重辦這樣 那就是其實就是可以看到 這邊也是有各個軟體的那個 那個研討會 那也是有像倒數第二個就是Folston 或者Folston 或者Folston Asia 或者是像香港那一個 就是這種地區型 但是他就不太現主題了 那我今天比較要講的是前面這幾個就是 特定軟體或者是特定專案的研討會 那像我自己曾經參加過的就是那個 從2016年 他這個版有點跑掉 就是從2016年到2019年的那個 Liber Office Conference 那除了2019年就是剛才有講到在日本東京 那個Liber Office Asia以外 剩下的都是在歐洲 那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這邊都是幾乎都是在那個歐洲不同國家 那我這個簡報會後會釋出 那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就是 後面連結我就是有各個就是 那個就是每一次參加完就是我會有一些照片 跟我會寫一些心得 那就是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就是可以稍微看一下 那這邊可能就 我下面有放那個就是他照片來源的Folston 那這兩個的話比較 比較可以講的是像剛才講 Academy就是他裡面同時可能會有那個 他那個基金會 KDEV的會員大會 那基本上 這兩個都是背後有基金會 那有基金會的話就 他下面就是有 比如說Liber Office 他背後就是那個TDF 就是文件基金會 那他底下就有Liber Office 跟那個文件自由專案 那就是大家如果 應該說這種自由軟體的那個研討會 就是他背後的那個基金會 基本上都是基金會 就是就是你有大概持續有貢獻 比如說半年一年以上的話 那基本上就可以申請加入他們的基金會 那 像那個KDEV的話 就是像這個Academy 他 基本上就是等一下會講到就是他 如果要拿旅費的話 你加入他們的KDEV 然後 去 就是不一定要當獎者 用那個會員的身分 有時候也能拿到他的 那個旅費的補助這樣 那這邊 這邊就是剛才講的 就是在這幾個地方 那 看一下 然後再來就是要講到 就是剛才前面不是有 有講到Liber Office Conference 跟那個Academy 那基本上 我會推薦 我 其實這 這也是我自己跳的可能 就是 像比如說KDEV 他就會 基本上應該每個 每個這種自由軟體的那個 專案 他都會有類似這種 要怎麼參與的頁面 那可以看到就是 我這邊有放一個連結 那點進去他就會 比如說他就會講說 你可以做的事情有 就是比如說回報bug 然後確認別人回報的bug 是真的有這個問題 還是現在已經沒有 或者是他寫錯什麼 然後或者是 或者是你也可以在裡面coding 或者是做QA 那當然這邊 我自己在做是翻譯的這一部分 就是做那個 那個KDE的正體中文團隊的 我目前是KDE正體中文團隊的協調者 那就是 基本上就是 大家如果覺得這個坑夠好的話 就是可以跳進來這樣 那像 等一下 像剛才講到就是 右邊 右邊這幾支就是那個 KDE的吉祥物 那就是他這邊就有對應到各個不同的 那個 各不同領域的 那再來就是LibreOffice的話 他就也是跟剛才一樣 他也是有一個那個要怎麼參與的頁面 那就是你可以看到他也是 其實跟剛才類似他就 你可以 你可以針對他開發 然後或者是寫文件 然後基礎設施的話 可能就是管他管理他的網站啊 或者是Bill System的伺服器 然後像設計的話 可能就是針對他的網站 或者是那個使用者介面 那個 做一些視覺上的設計 那當然也有翻譯 那目前這兩個我主要做的都是 翻譯的工作 那 那基本上這兩個就是像剛才講 那個KDEV啊跟那個文件基金會 這兩個 基本上你就是大概 找一個坑跳進去 然後就是持續貢獻 大概至少半年以上 你就可以找一個人推薦 幫你 就是加入那個 這個基金會的成員 那再來的話 要怎麼取得各個 就是這邊各個研討會的補助的話 那不外乎就是你 第一個就是 你當獎者 就是各個自由軟體的那個 各自由軟體的那個 研討會的話 基本上你 就是有持續貢獻一段時間 然後當獎者的話 基本上那個 就是 研討會那邊 絕大多數都會給 給獎者旅費的補助 當然你那個 住宿通常也會有 那但是其他一些 就是譬如說 你要吃飯還是幹嘛 可能就要另外自己花錢 那 像前面幾場也有講到 就是像這些國外研討會 幾乎都會有其中一天 可能譬如說晚上或者是下午 他們就會排 就是那個出去玩的行程 那這個在台灣是看起來 目前還是比較少 那就是 除了他固定 已經寫在網站上面寫說 他這個時間點就是會出去玩 當然他們可能還 邊玩邊聊天也是有 也是有可能 那也當然像 就是會排一些那個 那個hacking room的那一種 時間跟地點這樣 那再也的話就是像 第二個就 剛才前面幾場也有講到就是 那個可以找OCF他們有那個 國際會議的講助計畫 那 這個因為前面 前面OCF他們自己的 那個Session已經有講到說要怎麼申請 那我這邊就不再多講 那再也的話可能就是 你可能如果有認識一些做 其實也不一定要做這方面的公司 就是你可能就自己找 自己找那個相關的贊助商 然後就 看你怎麼跟他們談 然後就拿那個 就可能去找贊助 然後拿旅費這樣 那基本上 目前的話我大概 就是講到這邊 那再來的話 Q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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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請教 有沒有人有問題想要問 關於國際研討會怎麼參與 或是說國際研討會的一些參與的門檻 等等的相關問題想要請教 我還是不免俗的要問 一定要問的一個問題 您覺得參與國際研討會 英文會是一個很重要的門檻嗎? 英文喔 要說是門檻 我覺得 我覺得 怎麼講 可以算門檻 也可以不算門檻 因為像我 英文就其實不是很好 但是我前面也是投過 三四次的 就是剛才那兩個研討會 那英文的話 像其實也 這兩個研討會 也是會有一些亞洲 比如說日本啊 或者是 中國比較少 大部分是日本、韓國 然後可能就新加坡、印尼 或者是那個馬來西亞 就是東南亞那幾個國家 也有可能都會有人去 那基本上 你說 你說他們英語會 會 會很好嗎 倒也不一定 就是 他可能就 他 語速可能就會比較慢 然後 就是 大部分他 他也知道可能就 因為那也不是他的母語嘛 所以就是 像 他就會講比較慢 讓大家可能都比較聽得懂這樣 那 剛才前面幾張有人講到就是印度的部分 對 他們腔調的確是滿重的 但是 其實我個人反而比較聽不太懂的是那個英國的 因為英國的他們 你也知道就是他們 英語就是他們母語嘛 所以他語速會非常的快 他就劈一趴講一大串 我反而聽不懂他們在講什麼 對 然後 對 基本上 目前就是這樣 那想再進一步請教 Jave 像是 對於一些還沒有參加過國際的一些開運活動的夥伴 或是 會眾們 您會建議在他們投入的第一步 會是以先從開原裝案 然後試圖去破一些request 或是去幫忙發一些PR為主 還是說會覺得是就是從看他們的agenda 然後去聽他們session 然後再可能從志工開始 會是哪一種 會是你覺得比較容易入門的 你是說國際的研討會嗎 還是國內的 國際、國內都可以 國內的話 我會建議先當志工 那國際的話 因為就要看各個研討會 他們收志工的那個標準 可能就 他 因為 他就是每個研討會 他不一定就是不一定會收那個國外的 就是可能離太遠的那個志工這樣 那 就是剛才講的 國內就可能 你就可以先看他們的agenda 就是 應該說國內你就可以先 先去當志工試試看 那國外的就可能看 譬如說他是某個軟體 或是某個專案 你就可以先從做PR開始開始 就是慢慢熟悉他們 就是這個研討會在做什麼事情 然後這個專案在做什麼事情 就是了解他們的文化 對 好 謝謝Jeff 那剛剛講到很重要 就是研討會他們的文化 所以可以從文化開始了解 那想請教現場會眾 還沒有對一些國際研討會的一些 入坑方式有什麼疑問想要請教 請請 好 那我想問一下就是一般來說 一般來說你在國外當講者的時候 然後像剛說英國槍或印度槍 聽不懂的時候你都怎麼處理 聽不懂的話就只能 就是請他可能複數一次 然後可能要講慢一點 就是他那個槍調就是 要怎麼說 你要注意聽的話 是不會到完全聽不懂 但是就是可能他語數要慢一點 你才能把他就是把那個字拆出來 就請那個都講幾遍 對對對 好 謝謝 謝謝 我想問就是你剛剛說 如果先當翻譯或設計 然後貢獻半年左右 可以找人幫你加進去 那你是怎麼樣去接觸到這些社群 就是你要怎麼開口跟人家說 可以把我加進去嗎 怎麼開口嗎 因為像這兩個的話都是 就是像LibreOffice跟KDE都是 就是比我在更早之前 就是已經有人在裡面 已經是成員 那基本上就是 KDE的話 應該說這兩個都是 因為我自己有在用嘛 然後有在用你就會想 更進一步了解 然後改善它 然後就是 你說找人的話 就是看到裡面 這邊有一個看起來 很像台灣人的名字 然後就去問他試試看 那其實其中 其中今天有一個在這邊 那個你要不要自己舉手一下 對就是那個 我們軟體自由協會的 現在是李市長 那他叫Franklin 對 那就是 基本上也是 或者是像剛才講 剛才前面機場 有講到就是 你可能有認識的 然後你知道他有在做 某些 有參與某些自由軟體的專案 這樣 那你就可以去找他 就是這個 就是要看 就是每個人的 認識的人有多少 對 或者是問你認識的朋友 那你們參與國際議程的時候 那你們參與國際議程的時候 都是自己一個人去嗎 還是會糾團 我自己的話 我自己 因為就是 因為前面已經有 已經有人在裡面的話 所以基本上都是 都是會至少有兩個 或者是三個以上人出去 除了 前面有一次 看一下 對 像那個 2019年在米蘭的這一次 這個是只有我自己去 但是因為 他跟同年的Leap Office Conference 離得比較近 那Leap Office Conference的話 那一次就比較多人去 所以我就是 中間我就沒有回臺灣 就直接飛過去 西班牙跟他們會合 那那一次去的就是比較多人 對 那基本上 其他次都是 至少會有兩個 到甚至Leap Office Conference 那一次 我記得有一年是 好像 臺灣去了 是七八個人吧 還是 我有點忘記那個人數 對 好 然後 謝謝大家踴躍發問 那我們今天議程到這邊 教室使用時間 就是已經到了 如果有任何問題 歡迎到前面請 詢問講者 我真的沒有說 我們這跟我們在